今天给你们拆个用盘啊 本来用盘这种玩意儿没啥可稀罕的 但是这个用盘我保证99.9%的人他没有见过 这东西在这里边藏着呢 先看外壳 外壳是一个老式服务器上用的阵列模块 用盘在这里边藏着 72帧 我先把用盘给你们拆出来 OK下来一边了 看一下它这个封装形式 这边能表现的非常清楚 通过这个小突出 卡到这里边 然后这个突出 卡住这个 然后把上下两边铁皮牢牢的捏到一起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小设计 对面和这一样 一样大同小异 这样的话就用非常少的螺丝 就可以把它做的非常结实了 然后再把后边和前面这五颗螺丝拧下来 就可以打开了 开 蓝色巨人 有人知道蓝色巨人指的是哪个品牌吗 先看一下它这个线路走向 这边72帧的接口 进来之后 实际上大多数针脚直接进到硬盘里边 这边有五根线 上到主板上面 其中两根特别粗 这个应该可以判断出来是电源线 然后又从主板把电源 你看 返回到硬盘上面 这边有一个控制板 然后一步步往下拆 OK硬盘部分下来了 把上面线先拔掉 首先看一下这个99.99%的人们见过的用盘 先说这个接口 这个接口实际上不是很新鲜 这是SCAS接口 早期的服务器用的用盘都是这种接口 然后这个是跳线 这个也不新鲜 设置组盘 从盘 电源接口 这个大家都认识 仔细观察 仔细观察 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普通的硬盘都是上下结构 这个硬盘是左右结构 发现没有 这个位置有颗螺丝 对面这个位置有颗螺丝 它是这样拼到一起的 我们常见的硬盘是上下拼到一起的 这货是左右拼到一起的 之前没见过的哥们干净给点个赞 然后这个硬盘IBM 蓝色巨人说的就是IBM 代号0662 它是93年IBM设计的 这块硬盘是95年生产的 也就是说这货现在已经25岁了 而且这种硬盘的存置量非常稀少 我上国外二手网站看了一下 翻新的这种硬盘 还要到400英镑左右 所以说是个非常稀少的东西 一会儿拆它 然后看一下它这个电源板 首先非常奇怪的是 IBM这种大企业也是用过牛屎芯片 这个我也是第四键 然后你看上面这个电感的一个细节 看这个编号 533779 533778 533780 也就是说这三个电感目前 编号是挨着的 有人肯定会说它是同一批生产的 然后编号挨着也不奇怪 但是你继续往后看 53378281 是这个小的 而且这两个电感 它也不是一个形号 再仔细看上面这些印刷 也不是一个皮次印出来的 所以跑去把电感焊上去以后 再印刷这种可能以外 那还有一种可能就是 这种电感在生产的时候 就已经计算好了 在哪块主板的哪个位置 这种操作我感觉是一种细丝极孔的行为 这个中间就不允许有任何错误环节了 如果有任何一个错误环节 这个序列号就配不上了 很有意思的一个小情况 然后继续看这块奇怪的用盘 集成度并不是很高 后边有一些驱动 而且体积都非常大 25年前嘛 但是做工是没得说 实实在在 直接拆啊 四扣了四 然后看一下这个主板的背面 有一些电源管理芯片 还有一些缓存 看一下里边 当初使用环境应该挺恶劣 你看这张纸 并不是烧黑了 它是污染了 再仔细观察一下它这个细节啊 看螺丝孔塑料的 这个孔 也是塑料的 中间是铜 也就是说这个硬盘 你按到机架上之后 它是和机架彻底绝缘的 然后中间有这么一个铜箔 做的密封条 再看一下接口 这边是和主板连接的数据接口 控制的读写 还有磁头的动作 这边是电机的电源接口 电机在这个位置 第一步是先把这个铜箔给它撕下来 这个铜箔的设计灵感应该是来自于午餐肉 然后下一步应该是拧这个螺丝 然后底下这个螺丝 尝试把它们分开 OK 开开开开开开 底下有线 底下有线 先把底下这个线处理一下 OK 首先得到IBM盘烟灰缸一个 你看 非常不错 然后把这些螺丝拧下来 应该就可以把里边这个套件彻底抛出来了 这样我就可以有两个IBM盘烟灰缸了 OK 三叠的硬盘套件 这个硬盘官方给的资料是1G大小 三张盘才有1G的容量 中调是无刷电机 然后这个瓷头套件应该也可以拿出来了 瓷头套件 限于当初的制造工艺 可以清晰的看到这个瓷头上的走线 精密程度肯定比不上现代的用盘 这里边是两瓷铁 我把瓷头拿出来之后 这两个就吸附到一起了 所以这个时候 就有了一个带瓷铁的IBM盘烟灰缸 就是这么一个非常罕见的东西 之前没见过的哥们赶紧给点个赞 好